疫情令獸市道大磋 但是運動用品店的生意逆市上升 有顧客說 疫情令自己更加注重健康 多了做運動 也有人因為少了出街 唯有在家做運動解悶 鄭海文報導 疫情之下 本港二月的零售銷售額大跌四成 不過將軍龍這間運動用品店 就有另一番景象 這裡的家居健身器材 例如搭步機、蛙艇機賣光 只剩下一些陳列品 一些輕便的訓練用品 例如阻力帶、懸掛帶都很搶手 店員說最近出現了不少健身的新手 買了做Pull Up的一條拉力帶 疫情之後經常在家裡 沒有工作 開始注重一些健康的東西 買過瑜伽墊在家裡拉筋 上網看影片做運動 小朋友單車的銷量都顯著上升 要讓他放電 例如有單車 令他心情輕鬆很多 感覺上和疫情沒有分別 不要給他壓力 店鋪相信疫情帶動了銷量 有很多公眾的運動場所關了 所以很多人都多留在家裡 例如一些家居健身的用品 尤其是都會見到多了人買 店員說露營用品本懷在疫情之下都很受歡迎 不過自從政府刪除所有露營地點之後 都馬上少了很多人來買 有線電視記者鄭許民報道 一切掌握有線新聞 今晚